为增加民众对埃博拉病毒的了解 纽约皇后医院14日召开记者会 呼吁民众不要对疫情太过慌张 除了到过疫区的民众需要特别地方外 一般民众若发现感冒发烧症状时 应该先测量体温 联默家庭医师后较有医师诊断 埃博拉主要传染途径 并包括体液 而一般感冒与埃博拉病毒的初期症状十分相似 但埃博拉将会出现腹泻严重头痛等 急诊部主席指出 纽约目前没有病例出现 但面对这些病毒 院方对于疑似埃博拉患者的诊断 及确诊病人的治疗方案 建议做好全套的准备工作 一旦发现疑似患者 院方将会遵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与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的方案 及程序处理应对 主席指出 优优独播剧达 小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